哈喽 大家好 我是戴尼去看非洲 下个月回国有个伴了 李叔的话也是跟我坐同一班飞机 今天回来拿钱 这就是他住的这个地方 应该是这边的别墅区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确实不错 看一下吧 去年也来过 不过好像这个重新装修了一下 这个还没注意到 大家知道这个什么书不 发财树 国内的话就是那种盆栽 这么大一株的话 应该算是那个盆栽的鼻祖了 看一下 这个确实也是发财树 这叶子也是那种形状的 哈 这里 还有几条看家狗 很悠闲的 这个品种什么品种 这个也不知道什么品种 应该也是看家护院的 这个就小一点了 啊 这是门口外面 正宗的别墅区了 比上次拍的那个富人别墅区 估计还要高档一点 主要也是住这些印度佬啊 或者是很多中国人 当地的相对比较少一点 啊 一个院子面积有这么大 啊 我们现在准备去缴费了啊 看 因为非常时期 啊 还有一个持枪保镖带在一起啊 安全起见啊 啊 我们现在出发去缴费 啊 在路上你看 到处都是前两天烧的东西 很多的啊 这两天很多巡逻的这些当兵的 啊 前面都是巡逻的这些兵 现在应该增加了很多 到处在巡逻啊 啊 今天缴费的地方又换了个地方 上次在石油学院 因为开阔了 人比较多 这也算是一个别墅区了吧 等下外面去给大家再拍一下 这边的富人区的情况啊 我好像又是要推迟 因为阿曼刚好一号左右是国庆节 又要推迟七天 反正比较麻烦啊 啊 这边的话 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还有什么微信的市民认证 还有什么国际健康码的一些审核吧 反正现在回去 这些要求都比较多一点 不过来回去就好啊 啊 我们现在搞完了 准备去摆点菜 等下看一下这边的超市啊 这边就是这里的别墅区了 啊 还是有这么不错吧 啊 我们现在已经回来了 刚刚买了这么多菜 不过超市的视频 重新拍了一个 有兴趣的 可以看一下 很不错的啊 啊 回国的话 又延迟了几天 不过这也没办法 啊 像那些手续啊 也是比较麻烦的 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影响回国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带你去看非洲 啊 看一下 后面这个在干嘛啊 我也是第一次见 啊 比较新奇啊 今天去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啊 啊 我们先看一下他们整体的 这也差不多有九个人的样子 看一下 刚刚 之前应该是拍照的 还过来拍了一个合影的 啊 大家已经比较奇怪吧 这个应该是所谓的一个 土方的啤酒 你们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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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底部是 用个什么纱布包着的 然后这个管子是空的 然后在这里喝 我待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量子方法吧 我也搞了半天才搞懂的 刚刚也是问我们一起出去买东西 啊 车间的员工 啊 解释了半天 啊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啊 啊 看一下 这边就是做这个原材料 应该是高粱 刚刚我问了 他说这个的话 把它用热水 啊 量子一下 不知道用什么机器 搞在一起 然后再发酵吧 应该要放这个两三天 就成刚刚他们喝的那种了 啊 看一下 这个好像他们喝多了的话 然后就加热水进去 添进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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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也要是收费的啊 他们叫我 放上了 让他们加5000块钱的啊 5000块钱差不多是10块钱 他们应该是同一个在这里进来 进来也能吃吧 啊 将这个应该是老板娘 加5000的啊 他手上拿的是 白酒 他也喝这个 他叫我 比较悠闲啊他们 刚刚还叫我尝啊 反正我是不敢尝这个东西的 这小孩子在这里 他也让他们喝 看一下会不会喝 这小孩子也拿着在这里 不知道会不会吸了 我跟着这个老板娘进来看了一下这是在这里发酵了几天的不过卫生就比较差了很多小蚊虫在这里 这个反正高凉酒嘛跟酿酒的这个效果应该差不多可能方法跟这个方式有一点差异 他们说加的话就是在这里搅拌一下 五千块钱就是加这个两幅这么多应该搞过去 哦啊五少人的 哦这里就五千的 啊这里还有一台缝纫机 我问他们当地的这个多少钱 你看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 他说要五十万 啊差不多人民币一千块钱 他说这个用了几个月了 当时买的是新的 啊有用这十万 有看用这十万 哎老师叫我尝一下我是不敢尝的啊 这种的话应该就像是本地啤酒 刚刚我问我们的仓库人员 反正有一点啤酒的味道吧啊 制作方法也就是用了高凉 具体的过程也没有看到了 不过大同小异刚刚开到那去 啊看后面的还是比较伤心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